前一个月 香港凤凰电视台 他在北京 有一个世纪大讲堂 邀请我在那边 做了一次讲演 那么我才了解到 世纪大讲堂 是由内地 商业界的巨子们 他们在凤凰 买来的一个时段 每一个星期 播出一次 时间是一个小时 那么邀请的 都是国内外的学者专家 来谈谈 现前一些社会问题 他是属于学术性质的 很受社会大众的重视 那么我参加这一次的讲演 对我的启发很深 我也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台呢 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节目 不一定要我讲 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学者专家 对当前这个社会问题 特别是社会教育 跟这个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 尤其是提倡 能力道德的教育 那么有这么一个 节目的时候 我想对于社会大众 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这次到这边来参加会议 我也把这个想法 给联合国建议 希望联合国能够在世界上 许多重要的媒体 这个世界性的媒体 能够在这些媒体里面 像凤凰一样 一个星期 或者是有一次两次 那么邀请学者专家 来做学术性的讲演 那么面对全世界的人民 做正面的社会教育 我想这个对于 世界安定和平 繁荣兴旺 一定会有帮助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么我们会尊重师傅的意思 会在这个电视台里面 华上华上卫视里面 会把这个节目单元 节目的时段播出来 做这个仁耐和平讲堂的这个节目 那么对于刚刚师傅提到的这个 社会教育 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 那么我们就先请师傅 给我们做这一方面的开示 好吗 在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都知道 这是有史以来 最混乱的一个时代 如果用中国历史来做比喻 中国在古代 有一个不算很长的时期 但是也不算短 战国的时代 春秋战国 也正是孔子孟子出生在那个时代 这个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那么现在的社会 很像中国春秋战国 不过在那个时候 没有科学技术 没有大杀伤力的武器 所以人们还可以逃避到深山 人籍寒至的地方去避难 那么今天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这个武器跟古代 那是决定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如果要是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一个角落 都无法消灭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 存亡 决灭的 一种毁灭性的战争 也就是西方宗教里面 所讲的世界末日 那么这个 危害 恐怖 都是无法想象到的 我在三十年前 第一次到日本访问 随同到南法寺 曾经访问过 长期 看到那是被原子弹炸后的 这个现象 那么这次来 我们前天去访问了广岛 我们大家都在博物馆里面 详细的浏览过 也听到 导游 给我们做详尽的说明 大家看了之后 都深深地感觉到 战争 不能够再有 那么当年 这个核武是刚刚诞生的 是最小心的 我们看到广岛 原子弹投下来之后 真是几秒钟的时间 二十多万人上次 整个城市 就变成废墟了 现存的人 没有在这个灾难当中 死去的 还能够活下来的人 真是 跟那个法国语言家 诺斯多玛斯所说的 活人 羡慕死去的人 我看了之后 对这个大语言里面 这一句话的时候 有很深很深的认知 我们访问 预言报的医院 现在医院里面 还不断 有这个治疗 但是人数 已经很少了 六十年了 大多数的人 就是受伤的人 也都过世 现在还能存活下来的人 那是受伤最亲密的 他们一生当中 过着地狱的生活 这就是所谓的 何人羡慕死去的人 我们是真正看到了 亲眼看到的 证实了 诺斯多玛斯 预言里面 这些话 那么这样残酷的战争 我们为什么 中国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自古以来 同一个文化 兄弟之邦 为什么彼此 不能够互相包容 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这个战争在中国 打了巴黎 中国的八年抗战 结果是何无在此地收场 中 日 韩 这三国地区的人民 受尽了苦难 我们要问一句 为什么 谁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固然 佛法里面有答案 佛说这些在 共业所感 这一句话意味深长 为什么会有种共业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于 论理 道德 教育的问题 国家的领导人 没有机会 常常交往 没有机会 时常面对面坐下来 谈谈心 所以 人与人之间 最怕的是距离 距离越远 距离时间越长 就很容易产生 误会 误会 必然就造成了猜疑 于是 愈疑 愈严重 愈猜 愈猛 造成了严重的误会 由误会当中产生对立 由对立 再产生着矛盾 那不定什么个英明 就会引罚 争执 引罚 的战争 那么后果真是 不堪设想 我们这一生 都是从事于 社会教育工作 古今中外 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都肯定 一个理念 那就是 人心本善 中国同盟教学的 教科书 三字经 头一句话就是 人之粗 心本善 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从 婴儿身上看出 这几天 我们住在 这个旅馆 常常看到 我同学 带了个小朋友 他才四个月 非常健康 很活泼 你看这个小孩 你从方方面去看他 你就能看出 人心本善 那么不善 不善是从哪来的呢 不善是人无来的 不善是细心 不是本心 所以教育 他的功能 他的效果 没有变定 就是帮助人 淘汰 吸血 回归到 本性 这个教育 就做成功了 因此 我们学佛的 同学们 我看到不少 最近 这个接触的 一些同学 有好几位 都告诉我 他们现在 对于佛经 能看 能听 告诉我 不看报纸 不看电视 这些杂志 这个电台 已经远离了 有人 远离有半年了 有人 放下了 有一年多了 确实 这个心地 亲近了不少 这些做法 远离 谢谢 我们要怎样 能够恢复到 本性 读圣贤书 听圣贤的教会 把我们 这个 这个 仁爱 和平 找回来 仁爱 和平 是本善 是本有的 你看那几个月的 婴儿身上 你能看出来 你在这个里面去看 细心去观察 在这个 两三岁 婴儿到 两三岁 你看这个 孝涕 忠心 离义廉耻 仁爱 和平 然后你才会有信心 这是本有的 这叫信德 这叫本善 那么为什么 这习性会 染无了 本性呢 这个原因就是 没有人 叫 它自自然然 就会受社会 环境的 染无 尤其是 现代社会 环境 是个大 染缸啊 严重的 染缸啊 几个人 能不被 污染 亿万人当中 几乎一个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 真正是 严重的问题 所以 古人说 这三字经上的话 我们 这个 提倡 中国 传统文化 我实在讲呢 就是根据 金刚经 前面 八句话 这是 总纲林 总原则 那就是 人之粗 信本善 信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信乃清 交织到 贵一转 我这次 到日本来之前 台湾 王才贵 博士 在香港 来看我 他这几年呢 在提倡 让儿童 儿童多军 也遇到困难 那照顾 我就告诉他 我对于 中国传统的 这个教训 我就遵守 三字经上 这个八句话 这八句话 是中国古圣先贤 教化众生的 总的 纲林 总的原则 总的 方向 前面两句话 是理论的依据 我们肯定 人性本身 信相近 信相远 这是能与上 孔父子说的 信是本性 本性 大家都一样 就相信了 从本性的设计 那佛法就讲透彻了 一切众生 本来臣佛 这一句话 就是 就是信相近 夫子就是三个字 说明了 佛法讲 一切众生 本来臣佛 这是真理 不是假 为什么现在变成凡夫呢 习相远 用佛法来讲的时候 就很容易懂 为什么会变成菩萨 变成罗汉 变成原则 变成天人 变成的 莫为处身地狱 习信 习信 把你跟这个本性 拉得越来越远 这个越来越远 没有别的 就是 你迷得有浅身 不一样 迷得浅的 是菩萨 是圣文 迷得重的 是 人天 是散土 迷得重的 那要怎样 把这些 迷惑 泻染的众生 再回归到 佛性 那就是要办教育 就是教育 所以狗不教 现在起 狗是假使 你假使不教到他 他就会随着 这个社会 染污 就变迁了 他就变了 这一种变化 很可怕 越燃 越严重 真正是煤矿 欲下了 这是中国古人所谓是 一代不如一代 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觉悟 你才会回头 这个问题就变得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 古生献献 它们出现在这个世界 如果真的觉悟了 那么 他会选择一个行业 终生 不改 那就是选择教育 这种教育 我们过去称为 圣贤的教育 现在称之为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弗 他可以从政 他是王子 他可以集成他父亲的王位 他没有这么做 他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 要帮助众生 从习信 回归到本性 真知之不老 我们从经典里面 记录的文字 知道 是 释迦牟尼弗 年轻 五一超群 他可以做将军 他可以做统帅 他也放弃 为什么呢 他笑的 帮助众生 从习信 从习信回归到本性 这个军事武力 一半个 那么像现在 科学技术 对这一桩事情 无能为力了 所以只有教学 才能把这桩事情 做到究竟圆满 所以释迦牟尼弗 你看看 放弃了世界 所有一切的行业 他选择教学 跟中国 孔老夫子一样 夫子 却无了 不像释迦牟尼弗 那么彻底 所以夫子 觉悟之后 一直 想 找一个 一官半职 你看 他周游列库 游睡 住后 总想 有人用他 他能够 发挥 他的 长才 展示 他的 报复 为国 为民 为天下 他希望做 第二个 周公 非常可惜 这是 十几年 周游列库 没有人用他 所以这次不得已 回到老家 教学 那么他 我们知道 他回到 卢国的时候 这他 他自己的国家 回到卢国 那个 十几年 六十八岁了 展开教学 夫子 七十三岁过世 所以他教学 实际上 只有五年 所以五年 他对中国 有这样 大的影响 实在是他自己 做梦也没想到 他如果是想到 有这么大的影响 后必去周游列库 把这个时间 完全从事 与教学的话 那他就变成 中国的 释迦牟尼佛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聪明 完全是一切 从事与 教育工作 他教了 四十九年 三十岁开始 释迦牟尼佛 是七十九岁 过世 所以是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在古圣先行 在整个世界上 来说 这个教学时间 最长 最有成就的 释迦牟尼 空夫子 只有五年的教学 那么他有 三千弟子 三千弟子里面 有七十二个 接触的人才 七十二嫌 这在中国历史上 从事与教育工作的人 有这样 殊胜成果的 没有第二个 空子是敌人 所以在中国 被尊称为 万事四标 模范的老四 那我们再看看 世界上 其他宗教的 创始人 都是高教人 耶稣教学的时间 比较短 比中国孔子还短 不到五年 他被人害死 摩西金 跟 穆罕默德 教学的时候 二十多年 那我们从这些 古圣先行 他们真正就误之后 选择这个行业 一生的私益 我们得到很大的启示 要帮助众生回头 从哪里回头 从迷惑颠倒回头 回归到主 从邪知邪见回头 回归到正知正见 从一切 两无回头 迷惑颠倒回归到身心清静 这些人不但教导 而且一身住自 他做给我们看 我们听了他的教诲 看到他一身的行义 自自然然 无体同地的背负 体会到 这个私益真伟大 无与伦比 对待不但是对待当时的众生 对待千年万事 对待所有国家族群的众生 这些孤身仙仙 这些孤身仙仙的教会 我们细心去探讨 去研究 不难发现的 他们殊途同归 太可贵了 我记得 年初我访问 印尼 在印尼 在印尼回教大学 做了一次讲运 讲完之后 有一个同学 提出个问题 他问我 他是 我们这个宗教不一样 经典不相同 怎么能够 和牧相处 那么当时 在我讲台面前 有一个盆栽 是一棵小树 我就用这个盆栽 做笔 我是这棵树 大家都看到 不同的宗教 就像这棵树的树枝 这棵树有很多树枝 枝上面有条 条有叶 有花 有苦 我们把每一个枝 比喻做一个宗教 那么你就看到 许许多多 不同宗教 对立 好像彼此不能相容 可是你再往下面深入 好比这是一个树枝 你往下深入 深入到树根 你才晓得 原来所有树枝 同一个根深的嘛 是一 不是二嘛 这是华严经上讲的 一节是多 多节是一嘛 他怎么不能相容 他怎么不能相容 这个比喻 他容易懂 他才了解了 我说为什么 你跟别的宗教 不能够相处 会产生矛盾 是你自己深入不够 你还在这个枝上 你还没有到根 你深入都不够 所以 可以不必研究别的宗教 就是信仰你这个教 你要信仰有深度 这个佛经上常讲 深结义去 你对于这个今的理论 这个境界要深入 入到一定程度 你就通了 所有宗教都通了 所有宗教是一不少二 他听了好像也明白了 那我常常也讲的时候 比如说印度是五个宗教 这个印尼五个宗教 这五个手指 你在这个指端上 各各不相通 你能够入到这个掌心 不就通了吗 原来五个手指 都是一个掌心 你就通了吗 最重要的是 是要精通 你要没有 这个不能够深入 不能达到精深 所以你就不通 不通 你要知道 我自己程度不够 我还要认真努力学习 到通到时候 你才明了了 这个五个宗教 是兄弟姐妹 是一家人 不是外人的 无论 经典 有多少 无论怎么个说法 你到里头就找 你会找到他的中心 那中心是什么 中心是爱 佛法 自古以来 祖师大的唱讲 什么是佛法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你看看 一句话 八个字 就把什么是佛法 讲尽了 慈悲就是爱 为什么佛教讲慈悲 不说爱呢 因为爱里面 一般人讲的爱 里头有情 也就是 他里头有分别之处 讲慈悲呢 慈悲是理智 理智的爱 就叫做慈悲 慈悲里面 要有情在里面 那就变成爱 所以 慈悲跟爱 在佛门的讲解 有这个差别 理性的爱 叫慈悲 感情的 那就叫爱 感情的慈悲 就叫爱 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不能不懂 那么再看 你看 《伊斯兰教》 《古兰经》 我也尝尝读法 每一大段的经文 开头 总有一句 安娜确实是仁慈的 那个《圣经》 现在在世界上 流通力量最大 因为它是三个宗教 所依靠的经典 犹太教 依靠旧约 天主教 是新旧约 都依靠 基督教 依靠新约 这三个叫共同 这一部经典 那么这个经典 不论是旧 又是新旧 里面都说到 神爱是人 上帝爱是人 所以 连这个日本 东京 江本胜 波斯 这十年 做水借经事业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爱 感谢 是宇宙的中心 他从水借经的图案里面 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了 爱跟感谢这个图案是最美的 这是本性 所以我说 世间所有的宗教 它的根本 就是仁慈博爱 仁慈博爱 就是中国儒家所讲的 信本善 这个本性 本善 就是仁慈博爱 仁慈博爱 是一切众神 统统都有啊 我们从这婴孩上面 看到啊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但是他那个爱 那个欢喜 你能够看出来 他对每个人 他都笑笑的 分别执着还没有的时候 谁抱他 他都欢喜 到于认身的时候 他怎么呢 他已经被染污了 他认识这个人 他抱他 他喜欢 僧人抱他 他就哭了 他已经被染污了 他还不懂得这个车 他的心是清净的 是平等的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执着 你从这你就观察 观察在 仁慈博爱 从这个时候 你能看出来 那么宗教教学 这些圣贤教学的目的 到最终极的目的 都是帮助众生 破弥开悟力 你看 根本相同 方向相同 路标相同 这宗教怎么能 怎么可以是不能合作呢 哪有这种道理呢 所以宗教本来互相包容的 本来互相尊敬的 本来互相尊敬的 本来互相合作的 所以信仰宗教 学习宗教 贵的是 大臣教里头所讲的 大开元节 这真正可贵 大开元节 不是在一个宗教 从一个宗教 深入到之后 大开元节 所有宗教都原容了 所有宗教都理解了 这叫大开元节 欢迎句话说 这个时候 你的心清净平等 真诚慈悲 在这个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众生 那个对立的念头 完全融化掉 不会跟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物对立 知道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物 跟自己是一体 一个根子 这个时候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才完全 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 过去 我们讲的 宗教里面的神神 要用现在话来说呢 那就是宗教家 平等 爱心的表现 这种精神 平移 能叫我们 一般凡夫 听到 看到 接触到 慢慢会觉悟到 我们做人 应该要这样子 应该要像 诸佛菩萨学习 应该要像 宗教里面的 大圣 大邪 学习 全心 全力 造福 社会 觉悟众生 所以 我也 我学习这么多年 也得到了一个结论 真正觉悟的人 他一定选择 这个行业 今天社会 虽然在一个 大动乱的 时代当中 那有没有有救 还是有救 三年前 我认识 凤凰 刘长洛先生 他是凤凰的 董事长 有一次 我在他的办公室 他接待我 我就跟他谈到 我说 世界上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可以毁灭世界 也可以拯救世界 也可以拯救世界 他问我是哪两个人 我说 第一个是 各家领导人 第二个呢 就是像你这种 媒体的主持人 他很惊讶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媒体影响全世界 你天天在教化 你在教化全世界 这种世界 那你教化他什么呢 你教化他 如果是暴力 色情 那你就是毁灭世界 你如果教化他是 能力道德 那你就是拯救世界 他就就明白了 我说就看你教的内容 你每一天这些 节目播出去的内容 国家人道人 他主持教育政策 如果他教育政策 是走道德 伦理道德的这个路 那他就是救世界 他如果说是废弃了 能力道德 完全是走科学技术 工商这条路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决定走向了末日 所以这两种人 他有权了 能救世界 能毁灭世界 所以我勉励他了 你今天 在这个地位上 你有种权 你应当 要做神圣的天使 你应当来拯救世界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 他邀请我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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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大讲堂 做一次讲言 那么这个讲言 有 录像 他播出 听说 重复 播了好几次 那么这个光碟 是 免费 流通的 流通量很大 他告诉我 他们 好像做了几千片的时候 很快就没有了 很多人 打电话 写信 来要 这都很好听 我跟他谈的就是 我讲的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大家可以拷贝 可以流通 那么这个 是被 电台 肯定 所以电台的 我讲这片东西 他们 大概也是 有版权了 这个版权所有 是欢迎拷贝 这就很好了 这个用意很好 他欢迎大家拷贝 这个 绝对没有 盗版权 那么这就是 这个真正觉悟的 特别是在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在今天 真是像中国古人 所说的 唯极存亡之求 可不容缓 我们在最近 这段时期 听到中国的领导人 提出 以德之国 给这个世界 动乱的世界 带来了一线曙光 非常忐忑 上一次我在北京 听到游本昌居室告诉我 他是个盐艺人员 他归于三宝 他告诉我 现在政府 有一个措施 这个电视 在这个黄金时段 不准 播音 这个色情 跟暴力 这些片子 通通都拿下来 不准播了 这一拿下来之后 很多电视台 没有正面的东西 播 于是把他那个 寄宫传 又拉出来 重播了 他告诉你 又拉出来 重播 这好事情 所以有一些 老的电影片子 现在拉出来播放 那么这事 都是说于正面的 这是好事情 所以中国 提倡以德之国 不但是 不仅是一句口号 现在有行动 那么关于儿童 提倡儿童 都经历的这方面 也非常普遍 地方政府 很多社团 都相应 这是一段好事情 那么王才贵 博士 做了不少年 现在遇到困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他来问我 我告诉他 三字经上有两句话了 你胡聊 他那两句 教指导 贵一专 你胡聊 这个 他教小朋友的事 要多多 每天都一本说 多多 坏在这边 我就告诉他 我过去求学 老师教导我 只能学一本东西 你学两门东西 老师不教你 只能学一门 一门学车 学好了 再学一门 一门一门地学 不是同时学很多门 他犯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 能把这个错误 我赶政府过来了 那就好 所以他来访问我 我也给他谈了很多 有整理出来 有记录 这个记录的时候 很快会在网络上流动 诸位都可以能够看到 所以只要遵守 这个罚句话 这个最高指导原则 我们多元文化的教学 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 是可以能够落实的 那么我今天讲的 我们这个仁爱和平讲堂 这个缘起 这个意义 目标 大致上 就是这样的 好 谢谢主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在日本参加 国际会议期间 特别提出 我们的电视 我们自己的电视台 也应该模仿 香港凤凰电视台 开播 仁爱和平讲堂 更感恩师傅 给仁爱和平讲堂上的第一堂课 我们这堂课 是在日本钢山 师傅下他的礼馆房间里面 及时录制的 谢谢师傅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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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